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我们将继续来完善这个首页面的一些前端的工作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的课件 那么我们需要在上一集的基础之上来完善这个产品的分类模块 产品的分类模块这里是分了一个商品分类 然后下面分了若干的籽类 那在上一节我们在这个项目实现的过程当中 把它的基本原理给大家讲解了 然后呢,下来我把这个代码呢,基本上敲了一下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定义了一个DAV 然后这个DAV里面放了一个H3标签商品分类 分类下边呢,我们又放了一个大的DAV 那这个大的DAV盒子呢,下面又放了一个小的DAV盒子 好,那么这个DAV盒子呢,里面就放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栏目 这里呢,是家用电器的栏目 然后下面放了一个列表 每个列表与列表之间呢,这里我们使用了SPAN标签来进行这个分隔 SPAN标签里面显示了相应的文字 那么这里面具体的文字呢,大家可以根据效果图里面的文字进行修改 好,那么至于这个BOX 我们这里定了一个BOX的一个样式 这里呢,NI标签 下面我们定了高度 行高 Text indent 等于就是设置它的这个文字的向右的缩近 还有呢,这个Border Bottom 它的一个边框 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呢,再把这个 好,我们把这个A标签这里呢,再重新给它设置一下 大家可以呢 我们先来预览一下它现在呢,是一个怎样的基本效果 好,那这里大家看到啊,这个效果呢,和我们效果图里面呢 其实相差并不是很大 好,那么这里呢,可能唯一需要设置一下 比如这里的行高 还有呢,这个间距 那这里呢,向右缩近的这个文字 还有文字颜色 这里呢,我们需要一次的给它设置一下 那这个BOX下边呢,有个H3标签 那么我们这个H3标签呢,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它的颜色呢,我们这里呢,应该是红色 对不对,红色 OK 然后,这里呢,刷新一下 那还有呢,这个颜色,这个文字的大小 好,这里呢,是H3标签还是H4标签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这里呢,应该是 H4标签哈 H4标签,这里呢,把这个 给它改一改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文字的缩近 好,Tex-Indent 这个缩近呢,比如说20个像素 还有呢,就是这个文字的大小放在size 这里是14个像素的大小 好了,我们这里呢,刷新一下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然后下边呢,这个文字 这20呢,可以往改一改 这个好像稍微有点宽了 然后,这下面的文字呢 应该是什么颜色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 是深灰色 深灰色 好,而且呢,没有下滑线 把这个先改一改 好,深灰色 那么它这个颜色Color Color,颜色这里呢 选择这个 然后下滑线呢,这里使用Tex-Direction 这里设置为Lung 好,然后呢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LI标签 它里面呢,还有一个Span标签 好,是一个文字块标签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下Margin 好,Margin 上下为0,左右 左右,比如说10个像素 这样呢,可以和这个间距 可以拉得稍微开一点 好,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就出来了 和我们效果图上面呢 基本上就一致 然后下边什么手机数码啊 电脑产品啊 日用百货啊 这些呢,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呢 把这个盒子 DIV盒子呢 进行一个复制 就是这个 这个DIV Box 这个盒子 复制 因为它这里我们使用的是Class的样式 直接 就可以 啊,比如说 这个 我们把这个 这个菜单这里改一下 手机数码 电脑产品 日用百货 好,我们这里随便改两个 这是 这是 手机 数码 然后 电脑 产品 然后这个是 日用 百货 但还有一些 大家自己呢 改就可以了 包括下面的这些指向 大家自己下来去 完善一下 好,我这里呢 相当于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DIV盒子 Box盒子 盒子之间呢 啊,我们看一下效果图 这里呢 应该要有一定的间距 这样呢 看起来才会美观 啊,这样看起来才会美观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DIV 这个box盒子与盒子之间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间距 那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了 我们前面呢 知道这个 margin 可以给它设margin 说外间距 margin 上下 比如说十个像素 左右 0 就是居中 左右为0 就是居中的意思 OK 这个它和这里呢 就产生了一个间隙 啊,间隙 我们呢 可以呢 来修改一下 这个或者说 直接修改这个box 下边的这个 DAV 它下边的DAV 我们可以给它订一个 margin bottom 比如说十个像素 就是它的底部 距于它的头部 是十个像素的宽度 啊,就是这个DAV 看一下呢 啊,那么我们这一个DAV盒子 下边好像就没有DAV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去掉 剪辑掉 然后把这个代码去掉 然后呢 把这个设置到UL当中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保存 然后刷新 然后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啊,就它底部和这里呢 就会有一定的间距 哦,那么这里呢 具体啊 下面还有一些呢 大家可以自己呢 再往里面加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呢 只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给大家讲解啊 它的实现啊 其实呢 是比较简单的 哦,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里 根据我们效果图呢 中间这里呢 它应该有一个啊 这个图片呢 轮换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这个图片轮换的效果呢 在我们的商业网站当中呢 几乎每个网站都有啊 几乎每个网站都有 当然有些网站可能没有啊 嗯 这里呢 我们这个功能呢 是非常的啊 不错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一个课程当中呢 是手把手 带你呢 做一个企业门户网站的一个项目的课程 里面呢 也讲到了这个图片轮换的效果 那么当时那个课程呢 我们使用的是 就是纯JawsCrypt 这个手写代码的方式来实现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一次呢 我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技术 就是利用JCreate 就是利用JCreate的框架技术来实现 它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好了 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刻件啊 OK 那么这个效果呢 我们在设计当中呢 叫做轮换广告 轮换广告 那么它的应用呢 非常的广泛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解了 其实呢 原理呢 非常的简单 原理呢 我们啊 不管使用是JCreate啊 来实现 还是使用JawsCrypt来实现呢 其实呢 都是啊 一样的 好 那么只不过这里呢 呃 我们来先说第一个啊 第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 呃 这里还是放一个DAV啊 这个DAV里面呢 先放一个图片 好 然后呢 呃 其他的图片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隐藏起来 全部隐藏 然后第二个 就是获取第一张图片的 Alt信息值 显示在这里呢 有个信息栏啊 就是说这个图片呢 它都有一个Alt的属性 然后把这个属性的值取出来 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 作为显示 然后并且可以给它添加一个点击4键 那么这里 这个点击4键哈 这里呢 这里我们在下一步 让给它添加这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这里你要放多少个图片都可以 哦 只要这里放到下 对吧 哦 这里我们比如说放10张图片 或者放5张图片都可以 然后我们为这5个按钮呢 也添加一个啊 这个点击的一个事件 哦 然后利用这个JQuery里面有个Feedout函数 Feedin函数的方法来显示这个图片 Feedout啊 Feedin啊 就是滑入啊 还有滑出 然后最后呢 我们通过设置这个Windows里面 有个Windows SetInfinal 来设置一个时间戳啊 也就是说一个定时器啊 来定时器来执行切换 就是每隔多长时间来接 来执行这个切换一次图片 那么首先呢 不管怎么做哈 首先呢 我们还是需要先把这个啊 这个定位啊 这个盒子呢 给它做好 就是设计 现在给它设计好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这个 嗯 JQuery函数来实现 它的这个图片的切换功能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找到MID的啊 这个大的容器中间的这个盒子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先给它添加一个DAV 好 那么这个DAV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Banner 好 Banner 然后 在这个DAV里面呢 这个 我们也可以呢 给它定一个 再定一个背景图啊 背景呢 放背景的DAV 还有呢 就是 放标题的 这个DAV 好 放背景的DAV呢 这里呢 是用来放图 然后还有呢 下面呢 我们在 使用这个UAL标签 再放一个UAL标签 然后放一个文字列表 啊 放一个列表 然后这个LI标签里面呢 就用来显示 或者隐藏 相应的 这个信息 那我们这里呢 比如说这个是1 好 那这是2 这3 这4 好 比如说这里呢 还有呢 就是 好 再加一个 这个就是 5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需要 再放一个DAV盒子 然后这个DAV盒子里面呢 主要是放这个图片 好 放图片 在这里呢 放一个DAV盒子 OK 那么这个DAV盒子里面呢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A标签 这个A标签呢 里面是用来放的图片信息 好 那么这个Target就是链接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里可以使用Black Black 就是打开新的页面 OK 那么这里呢 把图片呢 先放在这里 SRC 那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呢 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再提前呢 就把这个图片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素材文件当中 好 大家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产品的图片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去 这个是Imagins Imagins这个文件夹 里面呢 我随便放了几张图片 但这个图片呢 因为没经过处理 它的大小呢 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 目前使用的这个大小呢 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640乘以480 这个呢 是300乘以300 那么如果我们要 就是要固定的这个容器大小 那这个图片呢 它显示可能会被压缩 或者可能会被拉伸 当然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这里的图片呢 一般都是要求美工 就是根据我们这里 这个网站设计的这个 这个容器的大小来 制作固定大小的图片 然后把它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呢 我们不需要关心啊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做出一个模拟的 这样的一种效果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产品的图片 图片的信息呢 可以先把它复制到 我们的项目当中去 复制到项目当中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那这里呢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文件夹下面了 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呢 先把它引用进来 可以在这里文件当中去看一下 OK imagines 这里是产品的图片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 写一下 imagines -rp.jpg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前面讲了 它有一个ort属性 那这个ort属性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 比如说把它写进来 比如商品1 好 那么这个ort属性这里呢 实际上我们在传程序的时候 这个在后台以后 大家会学这个商业网站开发 那么 会专门的去 传图片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信息取出来 然后呢 直接上传到网站当中保存起来 都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 这里随便放几个 把这个改下 2 3 4 5 那么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框架的一个搭建 这个框架搭建 先放了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先放了这么多的 这个图片 但这个容器呢 我们先要让它隐藏起来 当然后边显示的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函数呢 把这里面的这个图片呢 一次的显示出来 好 这个呢 我们会在下一节呢 详细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这里刷新一下 看到它基本效果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给它加任何的CSS 还没加任何的CSS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CSS呢 给它加进去 好 加进去 因为这个 它应该是初始的时候 应该是隐藏的状态 我们暂时呢 把它设为隐藏的效果 这里呢 只需要加个style 好 这里有个display 啊 第一是play hidden 好 就是隐藏的效果 啊 Display hidden 啊 Display hidden hidden 这里呢 可以设置它的效果 为隐藏 初始的时候 然后这里面呢 这个 你可以呢 先把它的宽度和高度 给它设好 好 这个宽度和高度 比如说这个 这个DIV 你可以呢 给它定一个 啊 ID 这个也可以定一个ID 并且呢 给它设置一个宽度和高度 这里呢 给它定一个ID 啊 比如说 ID 等于 这个 这个放这个背景图片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 啊 DIV核子当中 然后下边这个呢 DIV是用来放信息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为 这个 Banner F 啊 这个是放信息的 F OK 然后 对于这个啊 DIV 和这个DIV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相应的 这个样式 好 定义相应的样式 这个呢 大家可以拿到我们 这里来 这个背景 啊 Banner 那根据我们这里的这个宽度 你可以给它设一下 Vidus 那我们这里是582 我们这里就设个580嘛 580 PX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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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高度就 啊 480 像素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再给它说一个relative 相对定位 因为我们后边要收指标签 啊 收它绝对定位 啊 相对于这个负容器的一个绝对定位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呢 给它加一个边框 也可以呢 这里我们看一下效果图里面有没有边框啊 这里没有边框 我们可以不用给它加边框 OK 好 然后呢 就是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啊 美工做的这个图片大小呢 如果超过了这个容器的大小怎么办呢 超过了这个容器的大小呢 我们可以让它设置一个overflow 就是overflow 就是溢出溢出这个容器的大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置它为这个 none啊 或者说height 啊 这里应该是height 隐藏啊 隐藏起来 好 然后对于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 这个imagine 这个list里面的这个imagine图片 啊 这里为了避免呢 这个 每个图片它不一样 啊 大小不一样 出现了这个格式问题呢 你可以呢 在这里给它布局一个统一的一个样式 啊 这个图片统一的样式 比如这里 啊 imagine 好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图片呢 你可以统一的给它定义为多少 啊 比如说 啊 这个 啊 和上面 这里定义的宽度高度呢 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好 当然这个功能的实现呢 后边还有很多 啊 还有很多 我们呢 下来呢 把这个cdc代码呢 再完善一下 到下一节课呢 我们直接可以给大家贴出来 然后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哦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也关注一下我们之前呢 写的一个 这个手把手带你呢 就是做一个企业门广站的这个项目课程 里面呢 有专门的介绍啊 如何 手 这个 这个纯手动的去做一个 加script 啊 另用加script 和div 加css 去实现一个这样的一个轮换效果 那 总共我们这一节课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 如何使用gcray gcray 那这里呢 啊 说到gcray 我们 这里已经把这个素材 给大家准备好了 大家这里呢 可以看一下 这里我放了几个啊 gcray1.41 这个是比较老的一个版本啊 还有gcray1.41 这个mini版的一个版本 还有gcray1.90的一个版本 好 当然呢 就是我们这里实现的这个基本功能呢 这个 1.41呢 是足可以实现的 好 然后这里呢 我同时呢 给大家共享了不同版本的一些 这个gcray的API的一个参考 这个里面呢 它封装了这些函数啊 它的使用方法 好 这里我随便打开一个gcray天舞的 好 但这个gcray呢 它是一个开源社区 呃 里面呢 有大量的这个前端高手啊 写的一些 封装了一些函数 好 其实呢 我们呢 以后呢 也可以 啊 写一些函数 把它提交上去 好 这里面呢 有很多 看没有 好 这个呢 是关于gcray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方法的一些介绍 好 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这个啊 它实际上也是 这个具体怎么使用 我们在下一节呢 在实际的项目案例当中呢 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去找里面的函数 如何去使用里面的函数 好 比如说这里呢 有个size 好 size 那这个size呢 就是获取元素的长度 这里面有几个这样的元素 好 直接使用这个dor函数呢 这个叫酷函数 然后呢 去找到这个imagine标签 然后dorsize 就获取出了它长度 那么一般呢 我们在数组 比如说在循环的时候呢 就可能 首先要去判断它有多少个这样的元素 然后呢 再判断它这个循环的次数 好 然后分别呢 给每一个元素 比如说重新复制 这些都可以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 我们下一节的课程当中呢 会详细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了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先讲到这里 然后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函数 flitter unbound 还有这个这一函数 大家可以借助我们这个api呢 大家可以自己查看一下 这函数到底什么意思 好 然后今天这一讲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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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